鸟开楼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 World。 北京时间8月9日,福克斯体育记者Rick Cooper在节目中表示,蓝网队内,有一个群聊,今年季后在,和绿军的G4开打前,有蓝网队员,在群里,问西蒙斯,能否出战。 西蒙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,直接退出群聊。 杜安特的反应,这就是我的队友。 这条新闻下面的评论比较有意思,一,即便这则新闻不是真的,也不妨碍它,真的很搞笑。 二,如果你看到西蒙斯固朗的生涯,你会觉得,他能做出这些事。 三,西蒙斯,只关注金钱和女人,他应该承认这一点,自己真的不在乎篮球。 除了Rick Booker之外,目前没有别的记者,爆料这则新闻。 虽然有球迷质疑真实性,但这则新闻,已经引发热议,目前,西蒙斯本人,或者蓝网队员,并没有人出来澄清。 还有媒体,做出了西蒙斯退出群聊的屁图,注意是屁图,杜兰特的反应量了,就在昨天,西蒙斯在ins上晒出了跟女友的搞怪自拍,并写道,差不多快要一年了atmaya假码。 不过,目前,西蒙斯已经删除了这张照片。去年休赛期,西蒙斯拒绝为澳大利亚男篮,征战奥运会。赛季结束后,第一时间,飞往英国,跟女友约会。 今天的最新消息,未接种疫苗球员,下赛季,仍将没有资格,在多伦多参加比赛。也就是说,蓝网克。